有四類人是不適宜入賭場的 據統計一年當中有80%的人 至少會參與過一次或以上的賭博娛樂行為 更加有些人因此而淪落為賭徒 輸錢輸身家 究竟哪些人是不適宜入賭場的呢? 第一類就是報喜不報憂虛榮心大的人 在賭場上無論是輸還是贏 其實都是五五波50% 如果只是小賭而成的話 其實輸贏是很平常的事情 如果輸了回家就選擇 收口不說 總是想著下一局贏回來才說 相反如果贏了回家就牙刷刷 甚至到次去炫耀吹水 說自己怎樣厲害 這類人虛榮心這麼大 而且還是迴避現實 凡是迴避現實的人 其實他必定就是做事 沒有交代 平時煞煞滾舞來搭殺 以及心存僥倖 這類人就很不扣譜 扣不住的人 其實終會一時無盛 在賭場上一定是輸多贏少 第二類就是 不能夠做到見好做收 貪得無厭的人 貪自得過貧 很多入過賭場的人 都有這樣的經歷或者懊悔 本來我贏了多少多少 哎呀 後來賭多兩局 結果又輸 將贏到的輸光了 還輸了一些本金 其實這些故事 每天都在賭場發生著 大家是否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呢 其實大販在賭場失敗的 大多數都是因為貪念兩個字 居多 因此貪得無厭 缺乏自控力 這樣就容易有淪陷為賭徒的風險 一旦淪落為賭徒 這樣就不單止輸錢 甚至連身家未來都輸了 第三類就是想贏怕輸的人 想贏怕輸 講白了其實就是 心理的質素不夠強大 缺乏自信心 如果在賭場娛樂過程中 心態不好 驚驚青青 還德還失感 心大心勢 這樣你肯定就是一敗途地居多 第四類就是經商開公司開廠做生意的人 這類人呢 又可以說是商場上的成功人士 他們是應該要專心置自於開拓自己的事業上面 如果一旦沉迷於賭博娛樂 基本上就是會輸公司輸廠 過種原因其實就無需多說 因為毫賭我一晚輸過一兩三億幾個億十幾億都聽說過 但是呢 靠賭博發達的 就從來都未聽說過 所以大家要記住 在賭場呢 只能夠是小賭而程 千萬不要沉迷於賭博 更加不要毫賭